这个袋子里就是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 现在我们把它请出来 我的开箱方式可能是强迫症比较喜欢的 这款拼图的名字叫宝石 实际难度 选择16块中的任意数量 分别拼成两个宝石的形状 这个有点意思 也就是说16块中不知道哪几块是正确的 干扰项非常多 像出现了这种夹角肯定就是不对的 因为它没有这么小的拼图块作为填充 这种拼图的话我们不要考虑它有没有缝隙 就按照颜色和缝去拼 像这种肯定也是不行的 从中间拼去到瓶颈了 我们调整一下方向从下面往上拼 玩这种拼图让我有一种步步惊心的感觉 因为它有很多相似的轮廓 我下的每一块都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 果然最怕的还是发生了 最后几块放不下了 我们先拆掉几块稍微调整一下 还剩下最后一块 好像没有这个形状 不会又错了吧 哦 这一块可以这样调整 这不就好了吗 我们先不要急着庆祝 还有一个大的等着要拼的 这次的话我们先找一个突破点开始拼 以点呈现 一条两条再连成面 我以为立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到最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土狼 虽然这个放在脚上很合适 但已经试过了它不行 我们放在这边 这次我们从左上角开始拼 我就不信我的运气每一次都这么差 当前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道理 一个好的开头是多么重要啊 可以看我这几步起走的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轻松搞定 简简单单嘛 还好它是颜色合缝的 不然的话我肯定把它砸了 我去居然用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实际难度可不是白给的 一开始以它为突破点 是我站连上最大的错误 不但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还好我及时调整另辟蹊径 最后终于扭转乾坤大获全胜